哈囉我是Yaya 今天呢是我期待已久的 雙十一購物開箱 我忍了非常非常久 就想說要跟大家一起開箱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雙十一的戰利品 然後呢就直接開箱 然後上傳給大家看 第一個呢我先開下面這個最大的好不好 這一個呢我知道是什麼 而且最近我剛好就是我原本 用的用完了 我現在很緊急 趕快開箱我才可以用 好打開裡面長這樣 這些就是我買的 因為之前我的愛用不是跟大家分享 我很喜歡AVIDA的一個系列 就是這個修護的系列 所以這一次呢我總共補貨了 這麼的多 總共五罐 分別是這個應該是洗髮精 護髮的跟這個潤髮乳 再一個是免沖洗的 這五罐呢我記得我買起來 都是正貨喔 才大概四千多左右吧 可是呢在台灣呢一個這個可能就要 一千八還是一千五之類的 就是價差真的太大太大 然後又剛好趕上折扣 因為這AVIDA在look fantastic 有時候好像是不寄台灣 然後偶爾又會開放之類的 我會知道這消息也是我姐跟我講的 他就說欸你愛的那AVIDA在特價 你趕快去買 剛好就趕上囤貨了 超開心的我今天就可以用了 這個系列真的用起來還蠻不錯 然後我推薦我姐用了之後 他真的頭髮也髮質看也比較好了 因為他本來下面都是真的是很乾炸的 再來呢我在思考這些東西是什麼 好這個是Beauty Lish 這個我裡面的東西我非常期待 因為他Beauty Lish 其實在雙十一好像也沒有什麼折扣 但是呢我一定會是我剛好看到什麼東西 我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Beauty Lish的盒子就是都還蠻硬的 然後包裝也很完整 喔這是什麼 送一罐小的護髮 有RMS的彩妝 遮瑕膏跟蜜粉 然後聽說在眼下都非常的滋潤 還有這個Shalletover的 因為我之前分享我很喜歡它裡面一顆腮紅 它是肉色的腮紅 然後後來呢我又再另外買另外一個顏色 也是熱門的顏色 我先用遮瑕給大家看 它呢長得這樣白色的 然後是半霧面的這個玻璃吧 玻璃呢 玻璃罐子 我選的這個色號是11 看起來還不錯耶 聽說非常的滋潤 然後這個彩妝也是說很天然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在那個下面看到的評論啊 說這個蜜粉搭配這個遮瑕 在眼下簡直是最完美的組合 加上它蜜粉包裝也非常非常的簡單 喔眼影我之前不是跟他講說 我有買一個這個 但是有點後悔 因為覺得它珠光感有點重 可是呢後來它這個小小盤啊 它出了一個新的顏色 看起來簡直就是我會愛的 然後也很像我August的那個眼影 兩盤是不是超級無敵像的 雖然我覺得以外盒來說 當然August看起來比較尊爵不凡 因為它是整個立體感的 不是一般就是扁扁的盒子 它是有點立體 然後眼影呢是有點在裡面的那種包覆感 然後腮紅呢 我這次買的色號叫FIRST LOVE 看起來很棒 喔這個是Selfridge Selfridge在雙十一也是有一些特價 然後那時候其實這個購物 我就沒有這麼的印象深刻了 因為這個真的是你點進去特價頁面 然後你好像硬是想要買些什麼 搶便宜的東西 像Beautylish就是我爬文爬很久 已經看了很久 後來忍不住而下標的 但是這個就是我在一個很緊急時間 想說天啊我不搶一些便宜的不行啊 然後就買了一些 這個是Selfridge的格子 招牌的黃色 它東西呢會裝在這個袋子裡 我看一下要買什麼 藍蔻的眼唇卸妝 這個一直都非常棒 我推薦給姊姊姊姊 非常愛 就非常溫和 很好卸 然後卸起來就是很滑 然後不虛眼 然後呢卸嘴巴也覺得 潤潤的這樣子 然後淡淡的玫瑰香味 然後再來呢 這是什麼 嬌藍的蜜粉 天啊 我終於買了這個蜜粉 這個蜜粉 就是從小時候 就看到它 有這個一顆一顆 就覺得超級無敵美 就很想買 然後一直都覺得 欸好像很貴 買不下手 欸這怎麼開啊 打開呢看得出來它裡面有很多 細細閃閃的亮粉 等一下應該是要打開這一個 哇 超可愛的球球 香香的味道 然後下面有一些散料的粉 啊 怎麼感覺裡面超多的 可是它擺在桌上 真的感覺非常非常的美 然後 還有買 天啊 我買了 四支唇彩喔 GA的唇彩兩支 因為我記得價差超級無敵大的 就想說平常 買不下手 趁這個時候 下手 就比較不心疼 如果不喜歡也不心疼 然後還有這個 Bear Minerals的唇彩 因為看起來就是透透潤唇的 然後再來這個 Cicely的潤唇筆 之前有分享過 我現在是再買別的色號 因為真的 這是在國外買 價差大很多 然後這個呢 就是金卡達夏 他的彩妝師的 彩妝品牌 是 瑪利歐嗎 這個我會是看到他們 在雙十一的時候 好像不知道七折還八折 我就買了 裡面是 長這樣子 用這些黑黑的條 條狀物 我現在買下來真的是超划算的 應該是七折吧 哇怎麼辦 這麼多今天試不完耶 好那我們就來試妝看看 我先臉先上一些粉底好了 因為我沒有買粉底 超級期待剛剛那個遮瑕的 第一個呢 我要來試這個 RMS的遮瑕 評價非常的好 大家都說很潤 然後很遮 哦 對 感覺他的質地真的是很滋潤的 油油滑滑的 他真的很潤耶 就是會有那個油潤的光澤出來 他妝感不會很厚 而且真的完全不乾燥 沒有粉的感覺 哇就算我疊了很多層 他還是非常的服貼 修飾度 我覺得還蠻不錯 雖然沒有百分百 但是也有 中間以上了 重點是呢 他就算疊起來 你還是覺得很貼進去 然後是潤的感覺 不會乾 不會卡 不會厚 所以還蠻喜歡這個妝效的 只是呢 感覺他的質地 你一定要好好的定妝嘛 當然 他才不會 積線之類的 因為他是屬於潤的質地 剛好跟我的膚色很合 不會灰灰白白 我覺得他把瑕疵遮得非常自然漂亮 然後我再試他們這個RMS的蜜粉 聽說非常非常非常的細 一打開 煙 飛上去像冒煙一樣 哇我剛剛一看這個蜜粉真的是 目測是細細細細細細到不行 我們來試試看 定妝之後應該 看起來遮瑕又更遮了 你看這個一定要定好 不然你就先有肌線 你要把肌線推開 然後呢再輕輕的 蜜粉感覺也是很貼很無痕很透明的那一種 我覺得都是對於可能乾肌 或者是你追求妝感非常低 追求自然 但是又要修飾度的人 很適合的 然後其他地方我試試看這個 椒蘭超美的莉莉蜜粉 這其實這是蜜粉還是打亮 我懷疑這應該是打亮 然後我選了這是二號的顏色 這邊上了那個椒蘭珠珠的蜜粉 這邊沒上 其實就是裡面有一些珠光跟細亮片 會看起來你看起來好像比較亮啊 澎潤的光澤 然後亮片雖然已經細了 不過呢是你大概這樣子仔細看 還是會看得到的 但如果一般正常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應該還好 上起來是可以就是透透然後有一點亮亮的這樣子 如果喜歡臉閃閃亮亮澎澎的 我覺得媽媽們感覺還蠻適合的 欸這個用光了瓶子也可以收藏用 瑪莉歐超級瑪莉歐 我有買這支眉筆 好粗的眉筆喔 快要像睫毛膏一樣 喔 喔 它這個是推上去 就會跑出來然後推下來就跑進去 然後呢這個是那種砍眉的那 的橫橫長長窄窄的那種五四刀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面是刷子 推的設計還感覺蠻酷的 那我選的顏色還有是這個 Deep Burnet 嗯這個眉筆是走還蠻顯色路線的 像韓式就有很多也是差不多這個形狀 然後顯色比較適中一點的 這個就會覺得你如果是下手容易比較重的人 你可能就會不小心畫出一個很濃 比較不自然的眉毛 大盤眼影盤 還蠻漂亮的欸 就這黑白然後是亮面的塑膠殼 稍微有一點重量 我買的是完全不像我會買的顏色 各種各七彩的亮亮的亮片啊 珠光眼影 我刷色給大家看 喔我摸起來很綿 然後好像很顯色粉質很亮很好的感覺 這樣子 哇喔 非常非常的漂亮 這個是這一盤 所有的顏色刷色 每一個粉質摸起來都是很細綿 然後很貼 很閃 可是卻一點都不肥粉 買這個我主要是覺得可以拿來 搭配我很多的霧面色的眼影 然後再用這個一個亮亮的顏色啊 主角的顏色稍微點綴這樣子 因為打七折真的感覺太超值 我就買了他們這個小盤的眼影 小盤這個跟這個就完全不一樣了耶 像這個是亮面然後比較軟白色的 然後這個就是比較冷白 而且又是霧面的 所以感覺摸起來好像比較容易髒 不像大盤的這個 瑪利歐這個字還是刻出來的 立體的 然後這個就是平的硬的 小盤的顏色長這樣子 是他寫NUDE的眼影盤的第一個色號 我覺得小盤的粉質明顯就沒有大盤的這麼的好 尤其剛剛這四個顏色 這個顏色摸起來就是比較乾乾的抓不起來那種感覺 跟上面差還蠻多的 先試這個小盤的眼影 嗯 蛤 哈哈 我覺得這個四格的粉質真的不怎麼樣耶 一上就覺得一點都不美妙 有點卡卡的 真的真的 然後我天哪我到底上的是什麼 這個顏色也很卡 然後這個顏色也卡 我不知道我不喜歡我完全不會想要再繼續用耶 我還是乖乖是小盤頭布的這一盤 他的顏色我先刷給大家看 摸起來細細綿綿滑滑滑 非常細滑貼的 我在這裡刷色給大家看 這是小盤頭布的那盤 顏色 然後這個是Hourglass的這一盤 感覺 在更低彩度一些 然後發色更柔柔的感覺 這個呢 就是 還是比較明顯暖還蠻多的 我覺得目測我還是會比較喜歡Hourglass的那一個 因為我喜歡比較低調的色彩感 比較柔柔婉約的那種感覺 但我還是上看看 隨便刷幾個顏色看看 他的顏色不是全完全霧面的 就是是有點觀感的霧面 蛤糟糕我今天該不會都買到雷吧 我覺得非常失望這個顏色就是一個 很普通的一個暖暖的咖啡色 跟Hourglass完全不一樣 Hourglass的這個顏色 調的特別美特別有氣質 我另外一邊上給大家看就知道了 就是這個顏色我覺得是 比較氣質比較少見的 然後這個就是 很常見的暖暖的 怎麼上在我眼睛上 又是一些橘橘暖暖的顏色 好失望啊 怎麼覺得自己又亂花錢了 酷 超無聊的 我完全不會想要繼續上欸 然後我試看看這個 這個顏色 還蠻漂亮然後細緻的光澤 至少比他四格的那一盤好 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試看看 瑪莉歐的這個眼線液 也都太緊了吧 看不起來 眼線筆長這樣子 黑色白色 然後也是還蠻粗一根的 顏色是超黑超飽和的那一種 不喜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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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這一根刷毛太粗了 然後沒有這麼的細軟 就是不像 例如像 Ecell啊 像Kate啊 他們比較 氣軟一些 比較有操控 啊 我完全不喜歡 今天是怎樣啊 今天 我到底幹嘛要亂買他的東西啊 他讓我覺得 上起來的觸感很像是那種 有的是泡棉 麥克筆的那種感覺 如果你是畫比較誇張的拉長 你可能會覺得欸 蠻適合的 可是 這支真的也不適合我 顏色真的很黑很飽和 可是 不是我喜歡的型 我覺得 我有點放棄了 亂畫一通 那等一下 我如果試這個 Charlotteau Bride的 腮紅應該不會失望吧 這一顆叫 FIRST LOVE 刷色給大家看 啊 好淡淡的那種肉桂色 我看跟之前這一顆 這兩顆差別在這 這個是FIRST LOVE 然後這個是 The Climic 好漂亮喔 這一顆感覺就是 很適合白雞的日常顏色 淡淡的那種肉粉色 像這一顆是比較 帶橘調一點 然後這個是比較粉粉的 還蠻好看的啦 這一顆總沒有雷了吧 這一顆感覺功能就是很像 例如說像倩碧的小花 就適合你畫了好了眼妝 畫了好唇彩 然後想說腮紅到底要畫什麼 比較不會搶你整個妝容的重點 但是呢又有一點點氣色 就很適合 我把倩碧小花刷在這裡 然後這個是FIRST LOVE 然後這個是The CLIMATE 最後就是剩下一堆唇彩 第一個就是BEAR MINERAL的這一支 唇彩它是說持久型 然後是比較霧面的 然後他們家彩罩也是 走礦物天然的路線 聞起來是油漆的味道 但是這個顏色看起來非常非常的美 在這裡 所以呢 還是很想要試看看 其實它質地還蠻不錯的 就是它看起來是霧面的 但是你會覺得 變眼睛就覺得是一個潤潤的唇彩 然後滿服貼在唇上的 你看質地很輕薄耶 就是臭了點 要是它沒那麼臭一定非常的棒 再來呢是這個Cicely的潤唇彩 這個顏色是19號 然後也是一個霧面的顏色 哇 看起來很乾燥玫瑰 再粉一點然後再淺一點 這張顏色也還蠻美的 自然服貼的在嘴唇上 然後看它沾染的程度 對啦還是會沾染 它至少沒剛剛那一支這麼臭 顏色真的還蠻美的 是霧面的 還不錯的這個滿意 再來GA的唇彩色號503 真的是趁Selfish超級大打折買的 非常銳利的對比 就是全黑跟厚 是水滴型的這一款 我買的顏色其實都還蠻類似 因為我最近就是著迷這類的顏色 這個顏色503 潤的還蠻舒服 光澤也很美 然後也完全沒有任何的味道 只是我覺得他們家的唇彩 不知道為什麼 像我之前買的也是 就是它雖然看起來像日常的顏色 可是多了一個不一樣的色調 是感覺你會有點難駕馭的色調 紫調還是什麼 就是沒有這麼襯我們的膚色 感覺在某些光線 稍微有一點點螢光感 大家覺得呢 然後GA的另外一個顏色 這個是105 這個就是霧面的了 啊 怎麼覺得這個顏色 我好像之前買過 好這是另外一個顏色 105 喔我覺得 顏色又比這一支還要再 紫一點 是很棒很細貼的霧面唇彩 我不知道鏡頭上看起來怎麼樣 可是我自己都有一種說不出來 好像沒有這麼那麼喜歡的感覺 因為它感覺都比較稍微帶一點 紫調的 這樣子的色調在我的臉上 沒有這麼的適合 好 最後呢 我只能把所有的希望投注在 瑪利歐的四支唇彩 他們家唇彩也是有好幾個 是那種比較淺裸色系的 就是我現在的著迷 它的唇彩包裝就是霧面的白色 是冷白色這樣子 我覺得還是無論如何 就是這一盤的質感特別好 因為是暖白 然後又是亮面的 然後字還是刻起來的 其他的呢 就是跟它的小的眼影一樣 唇彩呢 我買的是這三個顏色 分進去是 RASA SAM 跟這個ANNY RASA SAM 跟ANNY 看起來我應該會最喜歡 SAM 因為這個太粉了 跟剛剛GA的霧面105比一下 105是這個顏色 然後跟剛剛Cicely的唇筆19號 Cicely這個會再暖一些 好我們來試這個 RASA 我哭 這顏色應該是那種 明媛阿 老外明媛 然後煙燻的眼妝 搭配了唇彩 才能駕馭得了 而且呢我發現它的質地 完全就跟GA那個就差很多 它完全不滑順 然後上起來就是有點厚厚的感覺 卡卡的感覺 SAM是我的希望 這個顏色 說不出來 就很像我原本的唇色 但是 沒有讓我的唇色變得比較美 而且一樣透出一個我很不喜歡的那種 冷冷的紫調的感覺 哭哭 真的不要亂買 還好我是七折買的 我以後 嗯 應該不會再買他們家的東西了 最後一個ANNY 它這個滑過去真的是 你要用力去的 才會 上下去 不是很滑順的那一種 但是它是可以均勻 服貼在你嘴巴上 這個是ANNY 反而是這幾支裡面 看起來比較正常的 但是我一樣就是 不會想要用第二次 然後它的唇膏是有點這樣 西直的 最後一個 拜託拜託拜託 最後一個是唇蜜 然後是GOLDEN NEW 啊這應該是要疊在別的上面 很大支的一個唇蜜 它看起來很像Fenty Beauty 之前出的那支 說任何膚色都很適合的唇蜜 這裡面一樣有一些 各種顏色 金金啊粉粉啊 各種亮片 怎麼有一種梅子的味道 這樣子呢是唇蜜 唇蜜總不會錯了吧 唇蜜還蠻潤的 非常非常有潤感 然後不會覺得很厚黏那些的 比Wingos 再舒適些 就是一個透透亮亮的唇蜜 應該唇彩裡面最喜歡的是這個 總結一下我覺得今天的開箱 真的滿意的少之又少 今天我真的要一陣子不要亂買 就是除非真的為了開箱 例如說熱銷的彩妝主題 我真的不要亂買了 整個瑪利歐裡面我買了這麼多樣 只有覺得好像大盤的眼影還蠻不錯 然後跟這個唇蜜也還不錯 其他呢都不喜歡 Cisley的這一支唇筆 19霧面的是還不錯 然後GA的他這個光澤型的這一支 503也算還不錯 但是另外一支 另外一個顏色跟這個 Mario的霧面唇彩全部都不喜歡 Mario的小盤超爛的 很不好很不喜歡 然後他的眉筆就是正常OK而已 然後眼線一不喜歡 Belmineral的這個真的還不錯 就是臭了些 Charlotte Aubrey的這一盤眼影非常普通 不喜歡 Charlotte Aubrey的First Love腮紅還不錯 可以 然後RMS的遮瑕 目前覺得還蠻喜歡 但是真的定妝要小心 不然他真的很潤 然後蜜粉就覺得 真的真的很細 但是也沒有到 多麼的非常的偉大 就是很無痕 但是呢不夠霧面不夠定 可能也上的量要稍微再大 然後嬌蘭這個真的很漂亮 然後看了女生們都會很療癒 然後她 妝效當然 我覺得妝效沒有她的外觀出色 但是還是覺得很可愛 而且我是特價買的所以OK 蘭蔻這個本來就很好用啦 然後 AVIDA的那些護髮 當然很不錯 我已經用光了 好以上是今天的開箱 好哀傷的結尾喔 這些東西可能又累積成下一次 又有機構要我捐贈的時候 就可以一起捐出去 還是說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話 我也可以抽給大家 是不是搞不好大家會喜歡啊 好以上就是今天雙11的哀傷開箱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掰掰 拜拜